这应该是赵丽颖最心碎的时刻 赵丽颖的《风吹半夏》播出没几天 胡歌就携带新剧《县尾大院》强势回归 《县尾大院》第一天上映 收视率就破二了 这也给赵丽颖的新剧造成了危机 《风吹半夏》刚上映时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全网热度连续10天低 豆瓣评分8.4 加之这部剧是赵丽颖的转型制作 自然是备受观众瞩目 但是赞美的同时 也传来了不少的质疑声 首先这种创业类型的题材已经太多了 如果不是有赵丽颖的加持 恐怕讨论度也不会这么高 其次是《风吹半夏》的荡气问题 播出时刚好赶上了世界杯 紧接着又是胡歌的《县尾大院》 这种种原因加起来 给赵丽颖的新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好在一部好剧是经得起考验的 《风吹半夏》随着剧情的展开 口碑也在慢慢回声 赵丽颖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感觉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本来是对手的两部剧竟然梦幻年动 《风吹半夏》中饰演赵丽的李光杰 在与许半夏的故事即将迎来结局至极 他直接跑到县尾大院当起了副县长 而生病下县的小陈也在隔壁当了公务员 还认识了新人林阳 不过唯一不变的是他的操心 赵丽颖为何主动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或许看他拼命工作的态度就说明了一切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后 并没有像大S和汪小菲那样争夺孩子抚养权 而是很理性地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 面对记者的采访 赵丽颖回答到冯绍峰的条件比他好 其实还有重要的原因 赵丽颖是事业行女强人 忙于工作的他无法保证全面照顾好孩子 即便他在舍不得孩子 但为了儿子考虑 赵丽颖还是主动放弃了抚养权 即便已经做出了最理性的决定 但赵丽颖终究还是一个母亲 她的话里何尝没有心酸 据说赵丽颖当初嫁给冯绍峰时 冯母一直都不看好她 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怀孕了 或许冯母就不会同意他们两个领证 但也是只限于扯证 直到两人离婚的时候 赵丽颖也没有等待一个盛大的婚礼 坊间传闻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的原因是 冯母一直看不上赵丽颖的家世 认为她和冯绍峰部门当互对 儿子离婚之后 冯母就更不可能让赵丽颖把孙子带走 无奈之下 赵丽颖只能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但她还是会经常去看望儿子 或许就是因为太放不下 所以赵丽颖才会在节目中痛哭 在赵丽颖婚姻破裂净险落寞时 只有吴雷把她当成小仙女 便着法虎她高兴 赵丽颖关绚丽婚后不久参加了一个综艺 当时嘉宾们都聊得热火朝天 只有赵丽颖一个人容不进去 这时吴雷发现了她的不自在 于是她悄悄拿出一把发射爱心的玩具枪 先是就近喷了两下 看赵丽颖没有反应 吴雷干脆起身发动气氛攻击 这才把她的情绪给提了上来 之后吴雷更是时刻关注赵丽颖的心情 当赵丽颖在转盘上 写出有饭吃不用做的心愿时 其他人都觉得不现实 吴雷赶紧出来解围 当吴雷写出自己的愿望时 赵丽颖也被她给逗乐了 看起来心情缓和了不少 玩捉迷藏的时候 赵丽颖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三个人 这时吴雷主动出来并且助攻了一把 你这样找到我 就让深入挖掘一下 而赵丽颖也在吴雷的帮助下 成功找到最后一个人 当赵丽颖说自己是旅行中的跟随担当时 吴雷也会立即复合 其实出去玩就最喜欢戴上 就连做饭的时候 吴雷也不放心赵丽颖的情绪 有快乐一点吗 有快乐一点 听到赵丽颖的回答 吴雷才安心回到厨房继续到